非常特别的旅行还有您可以体验战时坑道 现在来到澎湖就有机会 在日治时期澎湖就是好重要的战略位置 也因此留下不少作战的营地 其中县政府飞时多年 终于在龙门村整理出了这么一条 长约705公尺的地下坑道 采取限量预约的方式 让游客可以抢先体验 拉下布木也象征揭开战时坑道的神秘面纱 民众满怀好奇心走下坑道抢先体验 这里是澎湖县龙门村的必锁正地 起见于日治时期 后来国民政府接手 随着国军单位裁剪后 日渐废弃成为军事秘境 就连在地人也没进去过 直到民国98年才被县府发现重启整理 日本人他们盖了一个这个 机制的一个坑道 那么这个坑道呢 现在已经是一个战争的文化了 村长亲自导览介绍这条战地坑道 长705公尺高两公尺 其中走到宽道只有80公分 墙壁却厚达4.5公尺 是为了确保枪炮打不进来 另外天花板上撞似中如石的刺 名为小银针 共用是减少枪炮炸裂声小楚回音 小小巧思展现先人十足智慧 我是希望我们县府来帮我们做一个整体的规划 或者是一个点 为了维护移基县府采限量预约制 每天开放六个梯次 共90人参观 村长也希望县府能协助开发周边景点 为龙门村注入更多观光火力 借吴欣杰澎湖报道